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小春 今天來教學一下怎麼跳這個梅花樁啊 然後至於為什麼要跳這個梅花樁呢? 在你的成就裡面,有一個梅花樁的成就 這個是最後一段 光最後一段就給了100兩銀子啊 然後還有一個永久提升升法的道具 然後跟這個特別的單 然後在你跳到500根之前啊,你還會拿到一些銀子 加起來總共應該有200多兩吧 像這樣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呢 然後以下的方法是用腳本運行的 就是自動的意思,簡稱算是外掛吧 然後手機跟電腦一樣是用,我是用電腦的 然後以下進入教學模式 好,首先你必須先下載一個按鍵精靈的程式 手機跟電腦版都有,我下載是電腦版的9.51版 然後你進到這個畫面之後,你要先點一下新鍵 就會進到了這個畫面 然後右邊啟動熱鍵跟中止熱鍵 還有循環到按中止鍵為止,這三個記得要把它更改 然後我們進到最原始的簡單代碼 是不是非常簡單呢 然後我教你們怎麼使用 首先你先點這個抓抓的功能 然後會出現了這個畫面 然後你們就放著不動 然後回到你的遊戲當中 好,我們回到遊戲裡面 先選梅花樁 然後按挑戰 到極限模式 首先你必須先跳個大概五六下吧 讓它上面的那個值達到平衡值 大概到第五跳約就可以了 然後下一個你邊跳的時候你要截圖 截圖的按鍵就是Delete上方的上方 P開頭的那個字 好,截圖完了 那我們回到剛剛抓抓的部分 好,當你進到抓抓這個頁面的時候 然後點選左邊的圖像 然後這邊就會有你剛剛的截圖 然後把你的滑鼠 移到大概這個位置 這個綠色旁邊在上面一點點 然後看一下左邊的放大鏡 這個左邊的放大鏡 目標是X1115 Y478 然後你就記住這個值 要不然你可以按Ctrl加Auto加1 把它設定成抓取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的程式裡面 然後再來你必須要編寫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我就不多做解釋了 反正短短一行 我會直接貼在下方 你可以直接複製貼上 我先簡單收取一下 剛剛的X1115478 然後我會X-5 然後Y-4 這樣會比較精準 所以我得出的結論是 1110474 然後你這邊也要輸入1110474 這是以我的電腦為準 每個電腦有不同的坐標 依照你抓取的坐標為準 然後當我輸入好之後 你就按保存 然後我們就可以回到遊戲 因為我是設定F9開始 F10 終止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回到遊戲裡面測試一下 好,我們現在回到了遊戲裡面 你也記住 你按開始的時候 你的滑鼠 一定要停留在這附近的位置 然後我們直接開始吧 我是F9 按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在一個定點 就直接按跳 因為最下面那個綠色是不會動的 所以你就這樣子拼命的掛網 你想要幾分那你就是掛多久 不過在上面的獎勵就根本沒有啦 所以大概跳個500層就好了 然後如果你跳失敗的話 那你就是按照你上面顯示的 看你是或多或少 然後你就XX或Y 稍微加一點或減一點 這樣子就可以完美達成啦 反正贏兩兩百兩不賺白不賺嘛 又輕鬆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腳本介紹 那如果你對腳本有任何的疑惑 歡迎下方留言告知 我會盡力的解答你 然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並且分享按讚 謝謝你 我是小春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